自来水公司开挖光复市区 街道路面进行管线检测修护后 明显的回天路面有碍市融观瞻 有些与原道路有高地落差 影响用路人安全 虽然自来水公司近800多万的 到挖费已经到位 却不见乡公所重复道路的动作 向代表主席廖亦军质询 要求乡公所尽速办理 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透过这一张张的照片 看见自来水开挖回田的市区街道 满目窗一不说 还有的回田高度没有平整 威胁到用路人的安全 向代会主席廖亦军强烈质询 不仅仅过民众反应 欲得知道路挖掘许可费 将近800多万元的经费都已到位 至今却未见乡公所进行路面修复 重复作业 主席廖亦军要求相公所说明 这个写公司 当这条所有的到阿拉费将近八百万 已经进来我们谋索了 我们街上的道路就是我们一个光复乡的市场 书民一直在反应 这次挖号应该短短几年也不会再挖的 那是不是将所有的这七将近八百万的经费 当然还有一些路面还没施工完成 对不对吗 那是来讲一个更换完整 是不是在更换完以后 全部一并把全部施工掉 光复相待会了解路面修复 重复相关规定作业流程 然而主席廖亦军却不容许相公所 以此为借口而被动执行 在乡镇总执行议程中 要求相公所能尽快施作修复重复 恢复街道市容的美观 同时建构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